可能有被梁家隆的腳給擋住 所以沒有觸到三壘 所以才來挑戰 我們再看一次 因為是要完成觸殺的 如果說這個離開壘包被碰到的話就出局了 他好像手有一點離開 開始是有回去 對 但最後手是有離開壘包 這個沒有辦法動作還真的是看不出來 所以如果從我們剛剛看的角度的話 是有可能挑戰成功的 因為他很早就已經回到壘包 那現在事情是變化在這邊 對 梁家隆的腳 對他的腳 讓這個play出現了一點變化 對然後他有一點離開壘包 那梁家隆可能有意識到自己的腳 可能影響到林子豪最後的回撲 是 所以也請總教練提出挑戰 哇這個傳球就變得蠻成功的 你抓到三壘壘跑了遠 看起來是 是蠻清楚是離開壘包的 因為梁家隆最後進來做觸殺的時候 腳是剛好卡在壘包前面 沒錯 所以林子豪回去鋪壘的時間點 確實是早一點 但因為這個腳 擺了出來之後 讓他反而是離開了壘包 沒錯 所以現在 即華文先生拿下爾基斯宣判 挑戰成功 壘上的跑者出局 林子豪變成了四鋁下半師 對的第三個出局數 所以讓比賽在四鋁打完 樂天維持一分領先 再一次輪子吧 對 那統一包包這樣比賽 剩下七場比賽 對大概再輪子一次 哇 這個內角球直接打到了梁家隆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有目的的 所以這個時候兩邊的板子也都清空了 雙方的選手跟教練都來到了場上 可以看到 第一顆球就打到了梁家隆 所以梁家隆也是氣得 直接把球棒一摔 那就問候了胡志偉一下 所以這有可能就是針對第四局 嗯 這